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明白 為甚麼皺眉頭有疑惑 最近看新聞報道巴黎氣候峰會 為甚麼叫它做COP21 氣候峰會只不過是俗稱 傳名應該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第21次替約國會議 這麼長都記得 厲害 英文的傳寫就是這樣 簡稱就是COP21 明白了 京都議定書是否第一次COP搞出來的 是第三次 京都議定書早在1997年通過 但是直至2005年 才得到足夠國家批准才生效 但是聽說2008年至2012年 這個第一個承諾期都過了 整體目標仍然未達到 是 不過在2009年就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就是所有195個替約國都要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並提交具體計劃 以確保全球升溫 較工業革命前不可以超過兩度 兩度? 為什麼不是一度或者三度 而是兩度呢? 其實越低越好 因為升溫越高 地球上各種生態系統就越難適應 氣候出現不可逆轉的風險也會大大升高 一度已經到了 而按照現時的情況很難令升溫停止 兩度是一條重要的防線 長話短說 其實今次COP有什麼實質成果 提約國已經提交了146份承諾減排的計劃 聯合國估計全球升溫不會去到4.5至6度 那麼惡劣 那兩度的目標又如何? 仍然有難度 如果單是靠今次減排承諾 本世紀末全球升溫有機會去到2.7至3.5度之間 但是巴黎大會已經通過限制全球升溫遠低於兩度 並且盡力限制在1.5度之內 還有各國要定期每五年提交未來減排計劃 最後這一點一點都不簡單 這樣說法 其實這一次COP21是一條新的起跑線 關鍵是全球能不能夠盡快將排放量封頂 然後快速回落 這樣才有機會達到2度內的目標 無論國家大小都要積極參與減排 由個人做起過低碳零碳生活 同時全球氣候仍然會繼續變暖 所以應對更多極端天氣和海平面上升的工作 一定要做好 說得沒錯 減排和適應氣候變化 兩者都很重要